大家好 最近台灣仍然是屬於這種上午之前多雲到晴 下午要留意午後雷陣雨的一個天氣形態 今天跟明天台灣仍然是屬於在一個西南風的環境 所以在中南部地區可能一整天都不定時的會有一些陣雨或雷雨 其他地區要特別留意的就是午後雷陣雨的一個發展 我們台灣的溫度也是在這一陣子 這個高雲熱天氣還要維持到未來一週都是屬於這種比較偏高雲熱的一個天氣 從正式攝雲土可以看到 在台灣附近的這個雲量來說還是比較偏少的 主要是受到 台灣東方的這個太平洋高壓影響 那現在太平洋高壓比較退一點點 那台灣目前是屬於一個比較偏西南風的一個環境 所以這個西南風帶上來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人在西南方海域是持續的有一些雲系正在朝台灣這個方向移動的 那這些雲系進來到台灣的陸地之後 首先就是會對中南部地區可能 特別是在沿海都會有一些不定時的一個陣雨或雷雨發生 其他地區在上午之前都是比較多應到勤的天氣 到了下午都還是要特別留意午後雷陣雨的一個發展 那我們可以從目前的這個雷達回撥圖來看一下 目前雷達回撥圖可以看到 其他地方的 除了南部以外其他地方的回撥都是比較少的 那中南部地區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在雷達回撥上面就是有這些紅色黃色的部分 陸陸續續的移進到這些陸地上來 所以一整天可能都會有一些不定時的陣雨或雷雨發生 在其他地方的降雨的情形我們可以先從一周的天氣圖上 一周的天氣預測圖看到 今天我們台灣附近的這個 今天我們台灣附近的這個 風向來講會是比較偏西南風的主要是受到這個 比較偏西南風這個影響 那這個西南風會一直影響到大概是在明天 到了一直明天台灣的南是屬於一個比較偏西南風的一個環境 但是到了7月2號過後可以看到 太平洋高壓會開始慢慢的回到我們台灣的附近 所以整個高壓勢力在 逐漸增強的過程中 西南風就會消失的轉為比較偏東南風的一個環境 所以原本 中南部地區沿海特別是在沿海地區 整天的不定時的陣雨或雷雨就會開始趨緩了 取代的會是全台灣都是屬於一個中午之前 比較偏 西南炎熱的一個環境那中午過後 可能也還是都會有後來這裡的天氣發展 這個趨勢大概可以一直維持到7月2號 開始一直到7月5號這段時間 7月6號這段時間都是這樣子的一個天氣狀況 那未來這個高壓的這個位置 在持續往7月中旬的這個 時間上來講它會持續的向北邊移動 所以這種極端高溫的情形可能到了7月的大概6號過後 會開始慢慢的趨緩 各地的高溫然是都會有到30度以上 但是出現 37 38度之中極端高溫的一個天氣可能會稍微的趨緩一些些 我們從這個溫度分布圖 可以看到 在溫度分布圖未來一周各地的溫度可能高溫都還是有33度到36度左右 尤其是在整個西半部地區 極端高溫的情形都還是會發生的 可以看到今天明天整體來說的溫度上 西半部很普遍的都有接近到36度左右的溫度 特別是在中南部的近山區更可能有37度上下的一個高溫出現 這個西南風到了7月2號過後 會開始慢慢的轉成東南風 所以轉成東南風過後 極端高溫的這個位置會比較明顯的距離在大概是中南部的近山區這個位置 也都還是有37度上下的溫度發生的一個機會 後面有提到就是說太平洋高壓可能會持續的向北方移動 所以到了比較後期的時候 溫度還是比較高但是 可能大致上的溫度都會處在32度以上到接近到36度左右的一個溫度 在降雨的情形上可以看到 在整體降雨的情形 今天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所以可以看到中南部地區這個是整天都會有不定時的陣雨或雷雨 所以整天可能在中南部都會有間歇性的一個降雨 但是這個降雨對這些地方的朋友說來講可能 一陣雨的持續的時間不多的但是整天都可能會有端端續續的這種下雨發生 那其他地方像是在中部以北還有宜蘭花蓮 這些還有各地的山區到了午後都會有比較明顯午後雷陣雨發展 那這個午後雷陣雨的發展可以看到未來一周都是有類似的一個情形 尤其是在7月2號到7月6號這段時間 午後可能會下的比較晚一點點 入夜過後還會再下一陣子 那在至於在中南部的降雨我們可以看到 明天西南風會開始慢慢的減弱 所以整體的中南部地區的這個降雨來說 會開始稍稍的虛緩 那到了7月2號到7月6號這段時間 台灣附近的風場轉比較偏東南風 所以這個東南風上來之後西南部這些地方的降雨就會比較少了 最後要提醒大家是未來一周是高原熱的一個天氣 東南部地區今天明天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所以容易會有一些焚風發生的一個情形 未來一周午後仍然都要留意午後雷陣雨 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區今天明天都還是不定時會有一些間歇的陣雨或雷雨發生 以上是最新的天氣說明 近期附近海水這個熱花棒 對台灣會有什麼影響 好像是會抑制台風 到7月中左右 我們從這個附近海溫的這個條件上我們可以看到 在台灣附近的海溫可以看到 受到太平洋高壓影響 所以這些地方的雲量都是比較少的 那雲量比較少 太陽對這些海域的這個加熱也會比較明顯 所以可以看到 近期來講台灣附近的海溫確實是 大概都是在30度上下 那這個30度上下的溫度跟過去的歷史的平均來講是稍微正常然後到偏高一點點的 那在 在我們台灣附近的這個海溫條件也是跟氣候平均比起來來說是有稍微 離平均值稍微再高個一點點但是還不到非常高 那這樣子的海溫條件 以我們今年的這個氣候條件發展 我們今年是逐漸的要進入到反深陰的這個環境 所以這個反深陰的環境底下在我們今年的這個颱風展望記者會上也有提到 今年颱風的 颱風的深層的個數跟平均相比是正常偏少的 溫度上來講也是正常偏高的一個情形 請請教一下 跡象所發佈18個縣市的高溫 燈號 為什麼台東他特別有值得到38度 我可以看到台灣今天 台灣今天平均 台灣今天平均上來講風是比較偏西南風的一個環境 所以以西南風的這個環境來講我們可以看到 在台灣附近在西南風的環境底下 在西南風的環境底下可以看到 東南部地區主要是受到西南風過山之後的一個沉降影響 所以東南部地區在今天明天都可能出現一些粉風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個粉風對於東南部地區來講 就有一些機率是有機會會發生接近到38度左右高溫的一個情形 在這些高溫的趨勢圖上面可以看到 台灣整體的高溫上來講 西南部的高溫是比較明顯的 尤其是在近山區的部分 新竹市的話因為是比較偏海邊 那海邊的話有受到海風調節的條件比較多 所以可以看到 台灣附近比較高溫的這個位置 多是屬於這種近山區離海比較遠的一些區域 那新竹市的話離海比較近 所以受到海陸風的調節 它的高溫條件相對於中南部的近山區來講 是比較沒有那麼高的 戴老師說天氣的時間了 在昨天的禮拜六 你有沒有感覺到天氣好熱 真的好熱 有多熱 我們就來看看昨天的一些觀測資料 先來注意到我們用這個局屬的觀測站 也就是氣象局所屬觀測站 是有人的觀測站 從這上面來說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有經過校正的資料 你也可以注意到最熱的地方在彰化的田中 你有沒有注意中午的溫度呢 可就到達了36.7度的高溫 而整體的溫度形態來說 在整個西半部地區的溫度 都明顯的偏高 都有達到36度36度35度的高溫 溫度狀況來說在中午的時候都偏熱 台東大午呢 最主要的風向來說 也是有一點點偏著西南風 所以大午的溫度到了36.1 中午溫度高 還是提醒大家戶外活動多喝水 白天外出活動防曬工作不能少 但下午的午後震雨呢 各地仍然有 我們就來看看昨天的午後雷震雨 昨天的午後雷震雨是北台灣有 降雨的量其實還好 因為並沒有那麼的多 但是在宜蘭這邊比較明顯 有沒有看到宜蘭這邊海邊這邊發的熱對流 但是呢整體來說的西半部地區只有在嘉義 台南高雄 屏東海邊的部分有點午後的雷震雨 反而是中部地區的午後雷雨沒有發展 有些朋友就問我說 哎呀這個午後雷震雨啊 這個好像有時候發起來的速度非常快 沒錯 它30分鐘左右就會發起來 所以午後雷震雨其實在預報上來說是有困難度的 當雷達照到它出現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整個雷雨暴就開始要出現 所以呢相對的 你在前一天的時候我們只能告訴大家說 可能會有午後雷震雨出現 但有時候發展的精確的地點來說的話 就是要看台灣的整個地形跟風場的環境有所不同了 那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衛星雲圖了 在昨天的時候呢 最重要一點就在於說呢 整個太平洋高壓的勢力相對的之下呢 它減弱的程度來說呢 並沒有那麼快 所以呢 北邊有封面帶在台灣北方的海面 那台灣上空的水氣發展量來說 在昨天反而是在西半部的南部地區有發展 那另外就在宜蘭地區有發展 來注意這裡 這個晴朗的區塊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太平洋高壓的範圍 高壓的勢力在今天的時候仍然會略微的減弱 所以相對的在這個 這個環境場的水氣量增多 就會有些局部性的午後雷震雨出現了 要提醒大家 上午外出活動要防曬 下午在西邊遊玩就要特別注意喔 山頭頂上烏雲密布 趕快離開西邊啦 因為這時候就代表著 山區的午後雷震雨下起來了 下游的溪水大概30分鐘左右就會暴漲喔 所以在西邊活動 溪水的朋友都要特別的注意 那我們接著來看看未來一個禮拜的 一周天氣圖了 先來注意到在昨天的時候呢 到今天的時候 封面帶所在的位置在日本一直到江南地區 所以你要前往這些地方旅遊要注意 台灣上空 台灣在這裡有沒有看到 仍然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那我們來看看今天的晚上 來今晚的地面圖就可以注意到 高壓勢力有略微減弱 天氣形態來說呢 到了禮拜一的時候呢 封面帶的位置來說還在日本 然後看長江流雨 所以仍然有雨 可是呢 對於我們台灣的天氣系統來說 高氣壓的減弱 相對的我們的午後雷震雨的狀況會增多 那等到了周三 高壓勢力要犧牲囉 周四高壓勢力略略減弱一些些 然後周五高壓再減弱 到了周秋假期的時候 高壓剛好在我們的邊緣 所以相對的 我們從一個禮拜的預報上面 我們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整個午後雷震雨在預報上 仍然雖然是有 可是呢整體的量來說 並不是一定很多 像今天會發一些 明天也會發到了 禮拜二三的時候 又會少一點點 禮拜四五六的時候 北部地區變少 但是呢 到了中部地區的話呢 最主要在預報上 今天會有點午後雷震雨出現 可是呢 你可以注意哦 等到了禮拜 一的時候變少 禮拜二禮拜三又有一些 到了禮拜四五六 又變少了 所以呢 整體來說的話 在預報上 雖然會有些午後雷震雨 但是呢 實際上有時候下雨的狀況 還要視各個地方的情形 跟水氣發展的強度而定 而到了 南部地區可以注意到 整體來說 在今天有點午後雷震雨 但是到了 貴來三天都是天氣晴 但是到了四五以後 又有些午後雷震雨發展的機會 而東半部地區呢 目前來看的話 就是穩定的天氣 不過要注意的是 山區的午後雷震雨下午的時候 仍然是在東部地區 會有一些 發展的趨勢跟可能性 所以整體來說 還是要提醒大家 炎炎夏日的到來 尤其又到了七月份 跟八月份 是最炎熱的時候 戶外活動 一定要多補充水分 快在白天早上九點以後開始 防曬工作不能少 還有更重要 下午有午後雷震雨 下午外出在雨區行車的朋友 注意安全 祝福大家 假期愉快